词曲 李宝贝 编曲 李宝贝 编曲 李宝贝 编曲 李宝贝 看着你的时候 总会有一丝错觉 明明是想讨厌 却不那么讨厌 差一点我就相信 这是恋爱的情节 如果我有一次的贪恋 我怕我会沦陷 故意对你坦白 我不爱你 故意逃避你看我的眼睛 我怕靠近你却靠得太近 我快骗不过自己 故意压抑隐藏我的情绪 故意让自己和你保持距离 我怕你看出看出我故意 就是代表我的心 一拳被你占据 我怕靠近你却靠近你尽 Анд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 早 来 怎么做早餐给我吃啊 酒店不是不可以做吗 跟酒店说一声就好了 这么简单的早餐 真希望 以后每天起来 都可以是这个样子 一定会的 我想你保证 这早饭吗 这早饭吗 从今天起 你就是胡太太了 胡太太 喂 妈 好 我马上过来 回去找我妈 不过也好 这样子可以把我们的事情跟他说 你现在去收拾东西 去机场 我们一起离开 嗯 我们一起离开 放心 我不会像五年前一样 抛下你一个人 这一次我们真的会离开你 相信我 我相信你 你说怎么办呢 我劝他很久 他也不理我 哎呀我真的没办法 他已经躲起来 问他什么事 他也不管 发生什么事啊 瑶瑶想让回婚 我本来就不同意这种婚事 会害到瑶瑶的 好的 我们马上回神城 妈 瑶瑶现在不仅要退婚 而且 她马上要嫁给乔丽 乔丽 对 为什么 你姚伯伯怎么问 也问不出为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 必须赶快回深圳 您律师 准备一下吧 好的 董事长 书伟 你留下处理城市会议的 后续问题 我跟董事长 先赶回深圳 好 我去准备一下 妈 我有件很重要的事 要跟你说 好 说吧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事 就是阻止瑶瑶和乔丽的婚事 我希望这件事解决之后 您可以很认真地 把我的心里话听完 好 我答应你 是 这还好 特别有厉害 哪 真是 这个小姐的轻盘 这真是 你们这是今年的最新款式 这边 这边 这间 小姐 您再看一下这个婚事 我想试一下这个婚事啊 好啊 小姐 您请 小姐 您先去里面等等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 我赶时间 麻烦快点 好 您稍等一下 谢谢 可以了 谢谢 手续办好了 胡总 赶紧下去吧 赌事长在下面催了 胡总 走吧 好 进来 进来 张总 刚刚得到消息 胡欣和胡芊云马上就要离开香港 他们要离开香港 对 绝对不能让胡芊回深圳 马上给我备车 好 小姐穿这个婚纱真的好漂亮 新郎真是好福气啊 小姐这么漂亮 新郎一定也是个帅哥喽 好羡慕你们哪 至少在我心里 他是最帅的 麻烦快一点 我敢飞机 好的 请稍等 谢谢 给你 谢谢 慢走 你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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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要颇 一 一 一 二 我不能去机场 对不起 小姐 请问您是一二零八七零航班的吗 不好意思 我还要等人 那时间可来不及了 您确定您的朋友会来吗 他一定会来的 好的 快点 再快点 把他拦住 不能让他回神圳 张霍宁的车一直跟在咱们后面 看样子 他好像不想让咱们回神圳 司机 快点开 猫 我关事注意安全 你以为咱们被他拦下就会安全吗 快一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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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快点 快点行不行 倩语 你不会像五年前那样 再一次抛弃我了对吧 你不会像五年前那样 再一次抛弃我了对吧 这次我们真的回来看 我相信 你不用给我回 你以为给我下跪 能解决任何问题吗 把千语还给我 她是我的亲生儿子 你现在让她叫我一成罢了 过去的一切一笔高销 让胡琴不敢醒张 除非我死了 我宁愿会 好 没问题 待会上飞机再说吧 这次女士是夜挺长的 小姐 小姐你没事吧 我看你在这儿待了好几个小时了 要不要我帮你联系一下你朋友 不要 不用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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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电话一直在响 小姐 小姐 请两位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们的车 会不断地追赶初次车辆 张先生 这辆车登记的车主 是您本人 司机是您聘用的 您和您的司机 不断追赶胡谦与母子的车 您能对这件事做出解释吗 张先生 张先生 张怀年 先生 请您冷静 就算谈判不成功 您也不需要 使用这样的手段吧 张先生 请您务必做出解释 张总 为什么您要陷害 千语和心仪啊 他们说 是我的老婆和儿子 我会开车撞死他们吗 他就算谈判不成功了 我会开车撞死我 这就算谈判不成功了 你没什么 我会开车撞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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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刘苑做进一步的观察 为什么要再一次抛弃我 为什么要把我一个人 孤单地留在机场 你醒一醒 我想听你 亲口尽识 亲口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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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这次离开了 就再也见不到了 他们为什么突然回深圳啊 遥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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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 她要嫁给乔丽 什么 她要嫁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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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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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帮我找到巧琳 我有话要当面问她 瑶瑶 你把门开开 瑶瑶 你开门 我告诉你啊 你别以为你待在屋里就没事了 瑶瑶 你开门 我告诉你 瑶瑶 我是不会同意你嫁给乔丽的 你别以为你躲在屋里就没事了 你把门开开 开门 太好 太棒了 哥哥 太棒了 好 你 你好 我想问一下 那个房间的病人呢 是已经醒了吗 那个病人胡千语 不顾医生的反对 早就已经走了 您好 我来办胡千语的出院手续 病人这样私私出院 不符合医院的规定 不好意思 给您添麻烦了 但是我们会自己 担负起所有责任 如果胡先生出什么状况 我跟医院无关 那好吧 你等等 谢谢 世伟 世伟 天忆到去哪儿了 为什么一句话不说 我就走了 还有很多事情 都没有说清楚啊 你还想让他跟你说清楚什么 他有没有提到我 千语麻醉刚退 任就出院 我看八成去收拾 你和张怀年的烂贪子 如果没别的事的话 麻烦请你走吧 世伟 林玉玲 你到底在干什么 胡千语对你的感情 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我没有想到你居然会出卖他 联合乔厉来对付恒胜 王先生 出院手续已经办好了 请您过来签一下字吧 就这儿 是 是 什么 千语和董事长出车祸了 千语失踪了 好 我知道了 你不认为 乔总 你不认为 小姐 你还在做给你 你还在联合 小姐 不是 我不知道 你要在我自己的 方面 好 这儿 我会第一时间让所有人都知道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我的私事 虽然是我的私事 但是呢也是大家的喜事 一旦喜事来临 我会邀请所有的人参加 大家放心 我会给你们每个人都发上一份请柬 我要看电视 我都看电视 妈 奶奶 奶奶 我要看电视 咱们看电视 咱上屋睡觉啊 妈 我来 我来 奶奶 我们先回房睡一会儿 好 玩游戏机 今天一定可以通关了 奶奶最乖了 好 睡一会儿 你给我站住 睡一会儿 我要睡一会儿 你想瞒我到什么时候啊 乔丽比你爸爸小不了几岁 你竟然要嫁给他 爸 爸 我自己嫁人 自己做决定 你这不是嫁人 你是往火坑里跳 我问你 你什么时候跟乔丽扯上的 除了简单的应酬 你跟他没有任何交集 你现在突然要告诉我 你要嫁给他 你让我怎么相信 怎么去接受 爸 你接受也好 你不能接受也好 我嫁给他 已经是我自己决定的事情了 我一向是这么随性的人 你难道不了解自己的女儿吗 那你知不知道 千语和忽心 为了阻止你跟乔丽结婚 在回深圳的路上 已经出车祸了 姚总 君墨在门口要见瑶瑶 你还找不到 煩心的事一件接之一件 你告诉他 不给他迈进一步 只要跨出姚家大门 就别想再回来 是 等等 爸 你就别跟自己的儿子 发脾气了 我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你不许训 你给我回来 你 哥 哥 打电话你关机 发短信你也不回 害得我这么着急 就不能跟我联系一下吗 哥 我 嫁给乔丽 你这不是胡闹吗 我从小就爱玩爱闹 哥 你就当我这次是玩吗 你心里在想什么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你这么做事为了救胡千语 你明明知道 胡信跟张怀念谈判失败 唯一能救胡家的是乔丽 所以你就准备牺牲自己吗 嫁给乔丽是我自己做的决定 你既然都了解了 又何必多问呢 我真是看不透你啊 难道胡千语真的值他 你为他付出这么多吗 我和千语的事先搁到一边 你们至少也是朋友一场 现在心仪和千语出身后住院 哪怕只是表面功夫 你至少也应该关心问候一下 我不准你为胡千语 葬送自己的衣裳 你别管我 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 我只希望在恒生的几摇关头 你能尽力地帮一把 我都知道 可爱你 他不如去 他不如我 他不如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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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否赴了 你要不然 我必须 你的尖叫 你的尖叫 他不如我 他不如去 你的尖叫 夫妻 张总 我听家里人说 胡芊宇跟胡阿姨 在香港出了意外 不知道严不严重啊 芊宇只是皮外伤 你胡馨阿姨就比较严重了 医生吩咐说 一个月之内不能下地走路 所以要留在香港就义 张总你不用担心 我跟芊宇是好兄弟 如果有什么事 随时跟我联系 好的 谢谢 您好 听手拨打电话 有问题 对不起 订阅者的电话是能力 这么好的机会 所以 林威廉 你千万把他心转 我去 王特朱 房间怎么是空的 请有探人呢 胡总已经出院回深圳了 为什么没告诉我 胡总最近这二十年 大大小小的伤受过无数次 好像也没有都告诉张总 那 那也不能抛下受伤的妈 一个人跑回深圳吧 这还不都是因为陈氏集团 陈氏起诉把恒胜逼到死角 所以胡总才会舍下亲情 赶回深圳急救 对吧 张总 王特朱 这是我请的私家护理 营养师 傅剑士 还有这些保健品 我和你一起 给你们董事长送过去 张总 您的好意我先替董事长谢了 但是现在董事长正在休息 不方便别人打扰 好啊 那我就等他 醒了之后再进去 张总 你也听医生说了吧 董事长需要的是静心休养 不能动怒 如果你一定要去看他 对董事长的病来说 不是好事 对吧 张总 给你 彌年 真的是你啊 刚才护士跟我說 我还有点不敢相信呢 老同乡啊 好像好多年没联系了 这一见面 又要给你添麻烦了 没事啊 到我办公室慢慢谈啊 胡女士 这位是我们医院的 主治医师 戴教授 今天就由他为您做检查 麻烦您了 不客气 您把第二个脚趾 动一动看看 再用力 再用力 好 第三个脚趾 再动一动 你恢复得很快啊 您的普通话说得非常的好啊 一直在香港做医生吗 我是从深圳公立医院辞职以后 才来香港的 一句来香港 你不认识 对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我认识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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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张怀念让你来的吧 那就请回吧 胡女士 代教授是我们医院的骨科权威 身体最重要 董事长 让医生为你检查一下吧 不管是谁让我来的 我是医生 你是病人 能为病人解决痛苦 治疗疾病 是我们医生的责任哪 我不需要 张怀念假仙殷勤 谁知道他安在什么心啊 大医生 您的检查我承受不起 特助 请代医生出去 出去 胡欣 你不要不视好人心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还不分心中 把别人的良心 都当成狼心狗肺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良心 如果你有良心的话 就不会害我们出车祸 如果你有良心的话 就不会利用陈氏弹 陷害恒胜 你根本不配说良心两个字 我再没良心 也没像你当年那样 赶紧杀绝 你还好意思提当年 张总 董事长情况你也看到了 如果你再这样闹下去 董事长的身体 可能真的会出大问题的 如果到时候胡总回来 你要怎么向他交代啊 何必把大家的关系 逼到死角呢 好吧 有什么需要 把他抓紧要 早就要不及时联络我 滚 董事长 你没事吧 董事长别这么激动 倒杯水给你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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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脸还是第一次让女人这么失望 你原本以为是谁啊 难道这个人比我还有魅力吗 你今天找我来到底什么事情啊 不会是为了一杯咖啡吧 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 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难道还没发展到不能做的地步吗 你从深圳开车到香港 你从深圳开车到香港 我不相信你只是过来坐坐喝杯咖啡的 还是你了解我 话说回来 怎么这么久才开门哪 难道你的屋里藏了个小白莲 你再乱说 喂 小白莲 我就要送客了 喂 喂 喂 我已经知道胡家出了车祸 胡千语下道不明 胡锡也受了重伤 现在是我们合作的黄金时期 我会去深圳 把这件事情公布在董事会上 反对派一定会清除胡家的所有势力 你留在香港 去找张怀年告诉他 千万不要收下留情 臣是会继续诉讼 削弱胡家 这样我们两个人的目的 终究会达成的 你的 由于担心我都了解 没有风险哪有收获呀 难道你不想得到恒胜了吗 当然不是 我现在想要的更多 只要你想要恒胜就好 我们是同盟 要共进退 不是吗 祝我们两个可以早日成功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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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队叔叔 我知道不应该再找你 他是我第一次鼓起勇气 想要一个家 但是他却把我抛弃 我怨他 想找他问个清楚 但心里又忍不住 担心他的安危 两种完全不同的感情 快把我撕裂了 偏偏这个时候 胡千语又消失不见了 你想不到我提起你 都是美好 有个愿望 我在的地方都会有你 你知道吗 我只记得那句 不要担心 还有我 所以愿意 不去寻觅 另一个代替 原谅 原谅 原谅你的不解 原谅像从前 为改变 为改变 临终坚决 原谅 原谅 原谅不是 妥协 原谅是 为纪念 我们拥有彼此的 世界 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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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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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我只想 原谅 原谅所有不解 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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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 沉默 也不是 我只想 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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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不解 多想像 从前 为改变 是我 要的情节 原谅 原諒不是作弦 愛的一種呈現 是張木會划過的昨天 原諒